漂亮 接下来交给我就行 你俩快躲起来 凯队 原来这么多精英纪海鱼人 你杀得完吗 是 是啊 凯队 你刚刚杀一两只都费劲 确实 我目前单杀一只两只是有点费劲 但你们都知道的是 其实比起单杀 我更适合群攻 探险者江凯 击杀精英海鱼人二百五十七只 什么 这 这是凯队的实力 才十几级的群手就这么夸张 后方 后方怎么发生大爆炸了 父亲 后方的海鱼人好像大面积消失了 是您请了军方赶来的吗 军方 不应该呀 我刚刚才去联系了军方 军方赶来的效率能有这么快 罢了 既然军方来了 就通知所有人平衡好战场 好让蒋放一人安心解决暴子 是 可惜 爆炸当前是5时剩敌 100分之65 漂亮 爆炸的血量打掉1分之1了 咱们能赢啊 当心 掉血三分之一 Boss进入第二阶段狂暴了 Boss狂暴阶段 连击速力会快得几乎不可能多 随身的奖放只能应接下这波攻势 一方战胜暴死的关键 就是看奖放扛不扛得住了 看学者奖放生命值 剩余百分之五 小心 这 那位大神需要扛不住了吗 你以为你这点伤害 就能够杀死我们 超凡天赋 战意化奖 来呀 Boss被打扎 会受到反弹伤害 成的铠甲 不仅能免疫伤害 还能反弹伤害 这就是超凡天赋嘛 有希望斩杀Boss了 我们坚持住 我说过 奖放可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王牌 他的超凡天赋 可是能在九十秒内 把百分之五十的伤害反弹给敌人 而Boss此时又正好处于攻速极快的狂暴阶段 Boss限量 瘦于百分之三十五 也就是说 只要Boss攻速越快 那Boss的血量也就掉得越多 嘿嘿 Boss才一会儿就掉了百分之三十的生命 只要这样保持下去 Boss 就已经是我皇家的囊中之物了 失去防御 生命值剩余百分之一 什么 这大神 败了吗 这怎么可能 这 父亲 大意了 这Boss 难道是Boss居然还有没被发现的 或假技能吗 这 完了 完了 此战最大倚仗就是蒋放 如果连蒋放都倒下了的话 那此战 必败 救命啊 王牌都倒了 打不过了 我们怎么冒 快逃 这我惨 暖暖 我错了 我不该带你们来这儿的 我只是为了证明 自己比你们常说的江凯强 才带你们来这儿的 但江凯都没带你们死过 而我却要带你们 死在这儿了 我真是一个失败的队长 你不要队长 有人吗 有人能救救我队长吗 我已经没有一点精神力 可以用来治疗了 我已经杀不掉 羽人大军火源源不断地出现 老是再没人出手 这样下去 大家就都要死了 原来就没有人 难道就没有人 能救救大家了吗 这是 守灰 那 那个是 四凯 秋子 暖暖 好久不见 我要去打boss了 你们保护好自己 厨艳 我 我这是在哪里 ティー 没有人 很可能 我 我 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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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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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